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Fairly 小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之前 跟大家分享的故事《鸡蛋哥哥》呢? 原来他都有个逐集的 我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了 你们有知不知道 《鸡蛋哥哥》在这本故事宣后面 又学习到什么呢? 不如我们在结尾那里一起来找找吧 那我们事不宜至由现在开始吧 加油,鸡蛋哥哥 这只小鸡是鸡蛋哥哥 不是很久之前,他还在鸡蛋里面 但他现在已经是神气的大哥哥了 不过还有一个小蛋壳 卡住了在他尾巴里面 鸡蛋哥哥有很多弟弟妹妹 弟弟也很喜欢鸡蛋哥哥 他整天会赞鸡蛋哥哥 哥哥,好帅啊 我都想快点和哥哥一样 妈妈整天都会一边照顾弟弟妹妹 一边对鸡蛋哥哥说 你要努力做弟弟妹妹的好榜样 加油啊,加油啊,鸡蛋哥哥 而每次鸡蛋哥哥都会很开心地回答 是,知道了,妈妈 今天,弟弟和妹妹就好像平日那样 一大早起床就紧紧地黏着妈妈 妈妈好香啊 妈妈好暖啊 但是鸡蛋哥哥现在不会和妈妈撒娇了 反而抬头挺胸地走了出去 我要去和朋友玩了 拜托你们看着家了 鸡蛋哥哥一边走 走了没多久 头就慢慢倒下了 当他独自在脑上的时候 他就开始变得垂头丧气 他就开始变得垂头丧气 终于他开始自圆自愈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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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变单鸡蛋啊 我好想要妈妈温暖的拥抱 我还在鸡蛋那时 哎,你说有多好啊 周围躲 是冬天又可以躲在暖暖暖的阳暖上 又可以游水啊 鸡蛋哥哥叹了一口气 坐在地上不肯起床 他的朋友都很担心地围了过来 干嘛呀,干嘛呀 你的表情干嘛这样啊 快点一起来玩啦 我现在不想玩了 我好想变回鸡蛋了 同大家说话的同时 鸡蛋哥哥都开始流下眼泪 喂呀,不要哭啦 我们一起去想想办法帮你啦 那,我们去找些可以带鸡蛋喝的东西来啦 一边说,大家就开始去找不同的东西啦 猪呢?太大 石头,太小 保宁球,哎,太重啦 要找适合的东西都真的很难啊 大家好老了,四处寻找 结果 他们找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回来 来啦,来啦 这些就是代替鸡蛋喝的东西啦 这样就可以变回鸡蛋啦 你来试下啊 喂呀,这个是不是不错呀 嗯,也是的 那茶壶呢? 茶壶好像刚刚好啊 但,走不了啊 嘿,那这个纸皮箱呢? 又看到东西就可以走到路 但是我的手不能动啊 还有我要撑着那个纸皮箱 整天都这样,很辛苦啊 嘿,手套呢? 不行啊,整个趴下了啦 已经找不到适合鸡蛋哥哥的爱河了 他都很失望,很晦气地坐在地上 我再没办法变回鸡蛋了 啊,对啦 你们什么没想过要变回鸡蛋呢? 鸡蛋哥哥很好奇地问他的朋友 大家就耳口同声地回答鸡蛋哥哥 我从来没有啊 有没有很不容易才可以长大啊 之前没办法做的事 现在都有得做啦 我还要一只一只快膏长大 快点好像爸爸那样一样近妆啊 听到大家这么说 鸡蛋哥哥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啦 你们也都很厉害啊 大家一样收到的手套戴在头上面 你们看,你们看 就好像鸡蛋一样啊 我都很希望快点可以长到这么大的鸡蛋 我也是,我也是这么想啊 大家都很赞同啊 而其中一只小鸡呢 就拿起手套 递给鸡蛋哥哥 于是 嗯,好了,我都要 鸡蛋哥哥大声地说 在他的语气中听得到 他都很开心 而且这把声音很响亮啊 就在他这么坚定的一下 扑 他的鸡蛋哥就掉了出来啦 他再没有任何鸡蛋殼包住自己了 今天这本故事就说完啦 原来我们可以在这本故事书里学到呢 其实虽然大家好像想着 长大很可怕 很恐怖啊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长大并不是你想像中这样的 我们一定不能永远留在自己最喜欢的地方 一定要豁出去才可以做到自己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完这本故事书之后 学到啦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